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向方面还是音效方面都超越原作太多 但是呢你仍然是利用FC的摩影器和FC的Room来玩的 所以说骨子里它仍然是一个FC的游戏 然后手感和FC版本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外挂了高清的涂层 还有这混响的音鬼 摩影器使用的是Messon 这也是近年风头很近的一款FC摩影器 这个全屏的大 这个场景据说可以在右边那里踩一个蝙蝠崩上去 但是呢咱们有下来减那个定时的任务 所以说呢还是不采取那种方式 这个定时前三关都非常的好用 这是本关最后一个场景 吃了一个隐身 但是很快就结束了 在这里赋予完抗 等boss过来 好 他往下一俯冲啊就决定他没了 右边那是一个二级的道具 现在用不用不到 等到第四关可以加满直接三级 好 这个地图也完全的重置了 第二关 所有可见的敌人 都已经替换过了 难道是高清的图片素材 这个版本的摩影器呢 还可以实现CPU的超频 可以解决很多当年MC游戏 脱慢的现象 包括赤色要塞 同屏数过多呢就会脱慢 其实很多当年这个游戏啊 咱们都是通过脱慢来进行反应 已经习惯了当年的节奏 这里可以偷个蓝 就在这儿 来让他咬一下啊 把咱们要塞了 这样刚才那个图的右边就不用走了 这里定个石可以直接走了 小的时候觉得很难 其实就是一个道具的事 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定时把它定了啊 你也可以冲上去跟他打 因为他吐的这个火呢 可以用鞭子抽碎 7点 打出个全屏来啊 10点打boss就够了 我们需要的是两个定时 好清完 第三关boss就不吃定时了 好清完 刚才那个不打 瓶子 后三关用得到 本关呢还是这个定时啊稍微实用一些 虽然boss不吃 前面多用几个定时啊 前面多用几个定时啊 过关顺利一点 再用一个 再来 用了三下很多敌人就不用清了 直接往上冲 直接往上冲 定他一下 前面 乌鸦非常讨厌啊 前面还算顺利吧 诶,这是什么?不够啊 赶紧定一下啊 不够一下了 boss了 这个boss不吃定时啊,咱们用定时也没用 有的时候他会打到你,但是无所谓 好,清完 这缝有什么用啊 第四关啊,打一半了 很快啊,十分钟都没有 第四关 第四关重点是捡那个瓶子啊 本关最重要的任务 好,就是这个 其他都无所谓 这里蹲着才能过来 那个钟入炎呢,会挡着你啊 如果站着就把你 卡下去了 嗯,这个地方小时的时候过不好啊 现在知道了,不能急躁 出来一个跳蚤男的就把他清掉 哇,没少给新啊 最后那一段要时间我先冲 因为有个古龙 我神气啊 即便是没有刚才这个 无敌啊 好,二级道具 这关还需要一个三级道具 好,三级道具 好,三级道 完事儿 因为有三十多发 所以我就连发蹦了 正常你可以扔一发 然后抽一点子 再扔一下 第五关,第五关BOSS就是死神 第五关 原来觉得BOSS太难了 感觉 没法过 陷阱打法 差点撞到我 第五关 瓶子打这个骷髅特别有用 十一发瓶 现在还是有点少 打死神 咱们攒个十五发左右 直接烫没了 别往上 再烫一下 好 这个不打 这个是一个 斧子吧 好像是 你小的时候第一关喜欢用斧子 砍那个蝙蝠 现在知道了 定时打蝙蝠才是最好的 十环 十环 你还能往哪儿退啊 他出的这个还是不少的啊 他出的这个还是不少的啊 等一等啊 不要急 我给了个隐身 给了个少爪啊 都烫了啊 继继续扔 三十环瓶子 够死神用的了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抽一鞭子 很顺利啊 这个 最后一关 最后一关 扔瓶子 被瓶子控住的敌人 没有攻击能力 这也是上一关 咱们 最后一个走廊 利用的这个原理 好 烧他一下 慢慢来 这关其实就是靠背板 不玩意儿啊 慢慢走回头抽一个啊 需要 这个 不吃啊 这个不吃啊 十字架 兩下還行啊 我怎麼總猜錯方向啊 三下 差最後三下 雙鞭子 一個屏 屏基本上就是把套控住啊 頭是弱點 好 通關 假的就覺得這個遊戲非常難啊 現在你如果背板的話還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一會看一下通關的畫面 通關畫面呢也是重做的 那好吧 那這樣一款 F3版惡魔城高區 HD就給大家錄製到這裡啊 我們不必須的 是最好的 對